所以等一下超过12点吃饭不是我的责任 本来我是坚持12点让你吃饭的 来 今天我们今天第七堂课 我们今天要讲犹大山地 犹大旷野跟南地 来 这就是以色列的地图跟台湾有点像 已经讲过了 但是它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二 人口只有台湾的三分之一 那我们从加利利开始讲起 一路上人也讲了 今天我们中间这一块跟下面这一个 中间这一个就是犹大地区 下面这一个就是南地 那我还是要重复一句 金徒一生怎么样 一定要去以色列 以色列一世人一定会去以色列去拜 来 那这个犹大地区跟南地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个犹大地区有包括两个 犹大山地跟犹大旷野 南地 来 我们来讲犹大山地 这个犹大山地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这么多 所多玛 石海 昆南 马撒大 五基底 第一个 我先讲旷地 第一个 所多玛在下面这边 石海的中间 昆南在上面 然后马撒大跟隐基底 介绍这五个 第一个 所多玛 这个所多玛这个地方 到底在什么地方 现在还有疑问 但是所多玛这个名称啊 这个城市啊 五千年前就出现了 你们读到创世纪就知道了 创世纪亚伯拉安跟那个他的孙子 到昏开的时候 然后 夺德 也不让人家要选 你给你选嘛 你要东边 我要西边 你要哪一辆 我就剩下给我就好了 因为他们猜猜猜猜得有点纷争 结果 夺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 都是滋润的 在耶路华还没有灭 索多玛 阿摩拉的时候 那地方好像耶路华的原子又像埃及 所以表示哦 五千年前就有很多城市 索多玛 阿摩拉 索尔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平原 而且是非常 很多人是一个耶路华的原子像埃及一样 好 罗德举就选了 他选什么 选平原 一直讲平原 不要告诉你们 为什么讲平原 他就选平原 就往东移 那么阿摩拉就住在迦南地 罗德举就住到平原去了 就是渐渐一直搬搬搬搬 搬到什么地方 搬到索多嘛 所以五千年前就有这个索多啊 这个地方了 来 我们看这个图 西柯文在这边 雅波安他们往这边走 石海在这里 然后在这边 罗德举一看 这个地方都是平原 这个地方是平原 索多玛 阿摩拉 阿摩 西别 索尔 五个地方 就在这里 这个如果不清楚 还有一张地图给你们看 这一个 你看这个石海 它的土是用点点点的 这个你们就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看哦 五个城排在这边 好 那他们留在过去以后呢 后来发生一个四王 打五王 四个王去打五个王 哪五个王呢 就是这五个王 索多玛 阿摩拉 阿玛 西别 跟彼拉 彼拉就是索尔 就是五个王 就是四个王 要去打五个王 这个五个王怎么样呢 他们集合起来了 就集合在西定谷 这都是圣经写的啊 西定谷就是什么 就是岩海 好 那你看这个读就知道了 石海在这边 它下面这边 有一个 Valley of Sydney 西定谷 又叫做什么 又叫做平原之城 所以圣经这种 天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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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地方 就是这里 西定谷也是这里 后来考古学家发现了 这个地方啊 这个 可能就是索多玛 这个 可能就是阿摩拉 还有下面两个 一个五个城 在这个地方 这现在的考古 得要我讲 更详细 所以圣经看到的 西定谷 平原来 他们 当做五个城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是没有 这是真的 好 但是呢 因为索多玛 阿摩拉 罪恶重大 所以上帝呢 就将流亡跟火 把它灭掉了 好 这个平原 就被灭掉了 接下去呢 罗友的妻子转过来 变成炎柱 这个每一个都知道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变成炎柱了 好 那这个炎柱呢 现在在不在 现在有一个索洞麻山 他们日本这就是索洞 这个地方 里面已经有盐水 这个雨水 冲冲冲的很 这样子的 但是他们去找 找到什么 这个 这可能是罗恶的 这是他们找的 人家还会再讲 好 那我们来讲 考古 这个考古呢 在1924年 但考古学家 就到十海 东南部下面那边 去找一找 找到一个巴贝佐 这个地方有一个 好像庙的地方 这个建筑物呢 是祝前三千年 就是五千年前 就是亚伯拉那个时代 好 这些建筑物以外 他们还什么呢 就是硫磺 那他们就说 诶 上帝用硫磺把它灭掉 诶 这个可能是所动嘛 好 就这个地方 真的找到了 那还 这样还 不能说明什么 结果小学呢 四十年以后 他们就到这个旁边 发现很多墓地 这个墓地呢 有两万多个 好像一个坑 一个坑一样 这个坑呢 有三尺大 然后六尺深 每个坑的下面 又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五 一到五个那个 切点的一个洞 每个坑里面呢 都有尸体 一到六个尸体 所以这样的时候 每个算一算呢 这个 就这么大 里面通常是 叫做长海锁 那这个里面 大概是菇 还有 旁边还有一些建筑 也是很多尸体 都是几百具 一摔呢 都有五十万个尸体 还有三百多万个 陪葬品啊 很多东西 所以表示这个地方 以前很多人住 这个没有错 好 那 哥布九 他又发现 这个八倍左 就是 可能所动 旁边 又发现了四个尘 这四个尘 那这个尘 这个尘 这个尘 那个 这个啦 可能就是 阿摩拉 那还有其他 三个尘 这几个尘 都相距不远 而且呢 这五个尘 跟圣经几个一样 他就排成一排 跟圣经创世记写的一样 那 还有其他尘 也是找到很多的尸体 一共有到一百五十万的尸体 所以 表示什么 表示 当做人口很多 非常地丰富 在我圣经讲的 当世话呢 很滋润 也有还满满的世话呢 好像 也有还原子 好像埃及地 所以这个是 考古学家现在的发现 好 那你怎么证明 他是被庭皇 跟火烧掉了呢 这个队应该都进去看 他们 去发现说 这两个 他们认为 索多玛跟罗巴 这两个尘 它呢 被一尘 四到二十英寸 这个灰 盖住了 整个火烧一尘 而且呢 这个灰 不是普通的灰 不是普通的灰尘 它是硫酸钙 跟碳酸钙的灰尘 这个东西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是石灰石 和硫酸钙 在很高 瞬间的温度 才会产生这种东西 才会产生这种东西 所以他们认为 当时候 索多玛跟罗巴 就是被上帝 一下子 把它毁掉了 所以那个 一夕之间毁掉了 那一流都没有 原地没有动 好 那他们呢 就继续研究 发现 里面很多硫酿 这个硫酿呢 那灰火还是会烧起来 为什么 因为里面 它的硫 里面的硫 硫酿啊 百分之96到98 这是很高很高的 那一般的话呢 是百分之40而已 那这种 这么高的 硫酿含量的这种东西 全世界 别人都找不到 半个地方没有 只有这里有 所以他们就相信 这个应该是 那时候 上帝用流亡 把索多玛阿尔摩娜 灭掉的证据 这是他们现在这样子认为 好 另外 还有一篇 你们如果有信息也可以上网去查 它上面说什么呀 说这个 考古学家 科学家 天文学家 弟子学家 大家合起来 认为说 当时后 应该是主权 3123年 6月29号 先生 四年代的证据 灭掉的 这个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们自己查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后 在米苏波拉米亚 有一个 天文学家 他用泥盘 把它寄下来 现在有人找到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去考虑以后 就认为 那个时间点 应该是在哪里 这是 让大家知道 这个索多玛的地方 那现在你去的时候 你会去看到那个 当我们 索多玛就是在看什么 就是那罗德的太太啊 对不对 好 那真的给你画了一个 罗德的太太在这里 罗德的太太 知道这个地方 靠近一眼看她 就是这个 有点像 好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 索多玛这个地方 好 第二个叫石海 这是什么 贾利湖 这个 约旦河 流到什么地方 石海 这个就是石海 好 来 这个石海 又叫做利千湖 又叫做亚拉巴湖 又叫做罗德湖 罗德海 好 这个石海 是世界最低的地方 差不多四百公尺 海平面 海平面下面四百公尺 然后这个石海的下面 又大又四百公尺 你就知道有多深了 那因为里面很多矿物质 然后这个水又流不出去 水只会蒸花 所以里面矿物质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它现在的岩汶呢 差不多一般的海水的六倍 所以人可以浮在上面 那 为什么有这个石海 他们就研究 听说是五百万里钱 五百万里钱 有一次大地震 地隔变洞 这个变洞 这个变洞又是变成一条泪痕 从土耳其那边一直下来 下来 下到夹利湖 下到夹利湖 下到石海 再下到埃及那边 这一条大裂痕 他们发现 然后里面的盐框就扑出来 他们就停在那边 这是五百万年前 到五千年前又一次 小兵和自己的 那时候呢 雨量很少很少 而且呢 西温很高 所以水都不见了 那最后剩下什么 这一点点就是石海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石海造成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子 那这个石海呢 南北达八十公里 宽头十六公里 每天水都六百五十万吨进去 那里面有很多矿物质 那最底下呢 抓起来是黑泥色 黑泥巴 那有医疗作用的 那这个石海 它是海底面下四百多了 所以有人说好像世界的肚脊一样 那它的东边 这边是外叶带 西边 是那个犹大山地 它虽然 它虽然是只有海底面下四百 但是它跟旁边的高的地方 一差的话差不多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这是石海 如果从这边牵下去 你从旁边看的话 这边是这么高 然后突然降下去 到这边 到这边又高起来 然后到地中海 这是石海平面 地中海在这边 这边是有大山地 石海就掉下去了 掉到四百十五公尺 这边是外叶带高的山地 好 那这个石海的换围 其实不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这样子 他们科学家去看 诶 石海的画有在变化喔 怎么样讲呢 1861年 他们有一张土 1920又有一张土 两张一对照 发现 诶 一种有点像西在里 而且呢 两个时间差呢 已经差了 减少了六十一平方公里 来 你看 这个是1861年的时候 1902年 这个地方 往这边细一点点 这边少了一点点 这一共少了六十一 这是1861年跟1922年 再往后 1973年再拿出来看说 诶 发现这个石海的南部啊 有一些人为的设施在这边 这个那1973年是不在石海里面换围的 这里 跑出一些东西了 而且呢 他这个1973年跟1922年 一比又少了15平方公里 然后呢 到2011年就是8年前 再照 一照 哎呀不得了 又减了263 为什么减了263 因为很多人 为什么是跑出来了 就看这个图 就知道 你看 2011年会成这样子的 这些都不见了 这个地方都不见了 减了263 这个地方 那他们去给他考察 为什么这个原因呢 第一个自然因素 因为他是 这个石海是水一直进来而已 它和水全有限 第二个 因为他们很干热 所以水一直蒸花 连蒸花量啊 比酱一样还多 所以水当然越来越少 面积越来越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从Google Earth 你可以发现 他们那边最近石海的旁边 很多农业活动 他们把一些水 顶过去做一些农业活动 你可以这样看到 而且他们做了一个灌溉池 像这样子 你看 这些通通是农业活动 这个绿色的通通是农业活动 这个水一直烧去了 这是石海最南部的地方 这以前还是石海换围 那石海的中段也是 就凸出去了 然后在南部呢 北岸也是一样 都是 绿色都是农业活动 一直往那边一直清 那中间呢 冲击扇 也鼓出来了 然后这边有灌溉池 然后这边有它的农田 然后你看 这个他们的 还且丰收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 那个一直扫一直扫 第三个 他们把它围护造池 造什么池呢 他们第二次是在那里发现说 这个甲 这个狂很有用 所以他们就把它围起来 让它征划 叫做工业征划地 征划以后呢 就把它东西拿进去 这个开采这个甲矿 这就越来越少了 他们发现说 这个工业征划地呢 已经到273片方公里了 你看这图就知道了 来 本来这样子 1973年就是这样子 到201年年这样子 所以你看 现在的石海地图都画这样子了 好 你看这一笔就知道了 1973年 201年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好 所以那个石海地图 其实一直在缩小 一直在缩小 那这个是空造图 石海已经变成只有这样子了 那这些都已经变成 他们那种农业用地了 好 那要到石海之前 我们跟他讲 石海是在海平面下 415公尺对不对 那海平面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 这个个人可以进去看 石海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好 这就是 海平面 C Level 这是我们24年前去的时候 路过我现在照 在这边 那石海是这个虾面的400多公尺 那大家会有看到什么呢 就是这样子 就会看到明起伏在上面 你看那皮状是浴在一大一大一小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有位置也疼得要命 怕死的 但是你看那个 当女孩都没有住不住 这是我们在那边服务起来的 那他的海 那石海旁边有 现在有大饭店 我们会住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晚上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飞去想 旁边 石海旁边就有一些居座 好 這就是失害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昆蘭 昆蘭的時候 你在這個地方 這昆蘭很重要 為什麼你知道 本來昆蘭他們不賠 這一次我們已經不去 我說你這個要去 1947年 1948年就是以色列獨立 以色列獨立的前一年 有一個牧羊的人 他的羊不見了 他就找找 看了一個洞 他以為羊在裡面 又丟死了要叫他出來 丟進去 啪 一聲 結果是怎麼樣 他發現裡面有很多那個洞 那個洞被打破了 結果要下去找 找到什麼 找到八個瓶子 裡面有七個捲軸 那隔兩年 有一個人拿去去美國賣 既然賣了25萬美金 他都知道這很貴重 所以開始就那個考古學家 就趕快進去了 這就是他們找到了那個洞 在這個地方 這是第一個洞 發現第一個洞 法國的考古學家就趕快來 一直挖啦挖 結果挖到五個不同時期的 而且發現了好幾個洞 已經三十幾個洞了 而且找到好多好多的骨捲 這個是裡面那個瓦器 然後這個就是那羊皮捲 他們的聖經就寫在羊皮上面 然後這個是用麻布包起來 這幾千年 這就是裝一個古卷的洞子 對不對 這就是古卷 好 那因為他已經 到新來兩千多年了 所以已經破就不堪了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是這樣子 碎片 這樣 裝起來 組合 像屁股一樣 真的要晃大劍 然後再去組 那這個我要稍微講一下 1947年發現 到現在幾年了 七十年 對不對 七十年 但是前面差不多三四十年 這個東西 被一個組織 把它控制住 所以這個只能讓這些人 研究 組合 那有幾個人呢 七到八個人 那一直一直堅持這樣子 堅持很久 一直沒有人可以改 所以那個東西呢 放了很久 或者幾十年 一直無法公布 後來 有一些人 不曉得 從什麼地方進去秘密 去把那東西挖出來 把它舖進去了 所以現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了 後來那個組織就不得不了 就開放了 現在好像有五六十個人在裡面 繼續在研究 但是已經公布出來了 所以現在可以 這個世代宮卷的東西 可以從頭看到了 這七十年也是這樣 但是前面那一段時間很 都沒有什麼進展 好 那當時為什麼這個東西呢 因為他們呢 把聖經那個時候 抄在這個羊皮紙 或在那個東西上面 那主動六十八年 因為龍馬軍來了 他打到耶利哥 那有些愛生意的人啊 在討的時候 他們有些東西 他們發現這種東西 不能夠全部帶走 他們就把它刮山洞 就把它藏在那裡 那因為這個油膠 那很乾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可以保留了兩千年 居然沒有怎麼樣 那處子的人 決定妹 最常的 可以到八公尺那麼慘 最常可以到八公尺那麼慘 最常可以到八公尺那麼慘 有一天1952年在第四棟 找到什麼東西呢 找到以賽亞書的全卷 以賽亞書提卷幾張 六十一個張 六十一個張 全部找到了 跟著缺喔 在這個第四棟 找到了 這裡面 這個洞裡面 好 這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當時候的以賽亞書 最古老的是 多久呢 是祖後差不多八九百年的 祖後八九百年的 祖後八九百年的以賽亞書 已經最舊了 結果他們去找到這個以賽亞書 什麼時候呢 是祖前兩三百年的 好 你祖後八九百年的以賽亞書 裡面講 哎呦裡面一言耶穌要怎麼樣 你晃屁啊 耶穌已經祖後才 就是祖年年好了啦 才出生 祖後八百年說 祂在預言耶穌怎麼樣 沒有人會相信 19世紀之後 祂一發現以後 祂是祖前兩三百年的 而且跟祖後八九百年的以賽亞書 一對照完全一樣 所以以賽亞書裡面講 八九百年的以賽亞書 跟祖前兩三百年的 但是以賽亞書是一樣的 所以裡面講的耶穌 預言耶穌 怎麼準 就準了 所以他們就沒有話講了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這個 這是當時後來去鑑定 是主權兩三百年的 那當時候呢 全部最早的只有 第十字就是八九百年的 一比起來完全一樣 所以他們講 把這個 把這一個 以賽亞書這個六十 六十九百年的 這個東西把它放到什麼 我們到以色列博物館去了 就是這一間 這是我們二十四年前去的 他外面有人噴水 把它保持溫度 這個正中央下去是什麼呢 就是以賽亞書 這一個 六十九百年的再一個地方 全部都 所以這非常重要 以前人家的批評 聖經怎麼樣 今天一出來以後 他們都牙口無言 那接著呢 如果繼續 第九洞 第七洞 第八洞 好 那他們在旁邊那地方 找到什麼 找到一個修道院 他們 那時候就是 可能就是愛瑟尼人 他們在這邊 操聖經的地方 聽說他們很嚴謹 到聖經的時候 要洗手 差不多神的時候 要站起來 再坐下去這樣子 都很認真 很嚴謹地坐 那他們發現 有這個地方 這可能就是他們 當作的居所 這個地方 他們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圓圓的困難的動 所以他們可能 當時都知道了這種動 所以他們離開的時候 就把這些東西 藏在裡面去了 那他們自己在這個地方 怎麼樣呢 這就是他們的建築物 這是他們的那個 這個出水池 這個出水池 就是要下起的階梯 然後這是他們用餐的地方 這是他們當作在寫 聖經 超寫聖經的地方 還有墨水架 什麼燉油 這邊有很多的墓 他們在那邊 就他們認真的寫 死掉又埋在這地方 認真的寫 有人死了又埋在這地方 這個地方 那這是當作已經地震 留下來的痕跡 好 這個就是昆南 所以為什麼要帶大家去看 因為昆南 這個 這個發現這個死海骨卷 1947年發現這個死海骨卷 是聖 這個宗教界 有非常大的震撼 從此沒有人再講 以賽亞書是假的 好 再來介紹馬薩達 馬薩達 馬薩達的重量在這裡 好 這個馬薩達 是大蜥蜴它建的 它是在死海旁邊 一個高台上面 就建在那邊 它的東邊 里 這槌子 450公尺 西邊 有100公尺 好 那上面 就有這個寬度 長寬度 這樣子 這個地方 你看 有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大吸力建的 在這個平台上面 高下的平台 那 這邊 一邊是400多公尺 一邊是100多公尺 那它這邊用 這三個 宮殿 等一下會看 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馬薩達 這樣子 三個 好 這是模型 去看誰會看到這個模型 1938年 這個兩個考古學家發現 才把這個 馬薩達以前的事情 給它讓大家知道 那以色列建國以後呢 他們就開始給它挖 一直挖 開始給它考古 一直弄出來了 到2001年 已經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了 那 這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 祖前四四年 大吸力 因為猶太人暴動 那他又不是猶太人 他是移動人 所以他跑到這個 馬薩達的地方 他就躲在那個地方 然後他把他家人 給留在那裡 自己跑去埃及 然後又跑到羅馬去討救兵 那三年後呢 祖前37年 羅馬把它封為龍 尤大王 他就回來了 他又去馬薩達 因為他把他的家人 都放在那邊 他就開始 一直建 建褒雷 建了很多 然後包括上、中、下 我剛剛講的那個 不同的宮殿 建那個地方 就是這個 這個三個 這通通是他建的 還有圍牆 那 現年四年 他把他給兒子 雅基勞 但是呢 就被羅馬給他接收去了 好 那 祖後 66年 這個 猶太人 激進派 有人說是憤瑞 就跑來這地方 占領這個地方 然後呢 就 開始在反抗羅馬軍 反抗羅馬軍 就祖後 祖後66年了 好 那70年 耶路上人不是被滅掉了嗎 他們很多就跑 跑到馬薩達去了 他們就跑到馬薩達 繼續抵抗 所以 羅馬軍都追過來了 但是 怎麼都打不進去 因為剛好 剛我們看到了 馬上是在高台上面啊 他怎麼上去呢 旁邊有條蛇路 要這樣上去 你跑到一半 他就從上面 看你丟失了 你就掉下去了啊 怎麼都打不進去 所以他們用了三年 羅馬軍用了三年 才空下來 他們有什麼方法你知道嗎 好 有一天 他們就 上面的人 就看到 欸 羅馬軍 那個 那邊 怎麼很多人挑 那個沙 就從沙那邊一直 從沙 那個挑過來 到那邊 來 到這邊一直廣 這邊一直前進 他們本來想要射箭 就一看 欸 那個是誰呢 是猶太人 猶太人的奴隸 羅馬兵啊 去抓一些流太人的奴隸呢 挑沙 開始堆 他是高台嘛對不對 這邊是學功嘛 他們一直堆 一直堆沙 堆一直堆 那好他們 由來就討論了 我們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射箭 要不要把他們打掉啊 要他們決定 那是他們同胞 不動手 所以只好在那邊 等等等等 等到那邊的沙 一直推一直推 沙 堆到 跟那個 那個城堡 同高的時候 他們就打進來了 齁 所以隔三年 才被打進來了 好 那他們知道隔天 他們大概 我已經回去來了齁 當天晚上 他們指揮官 叫全部人過來 就開始講一邊 那個 一邊演講 那個演講 你們上網可以找到齁 他就講我們是自由的 我們要死的自由 我們不要被他們抓去當奴婦 被他們寧願死掉 所以大家想怎麼樣 結果他們 音樂讓你教導 是不能自殺的 那怎麼辦呢 好 就決定 大家和訓 幫你們的太太小子先殺掉 然後通來集合 來 他就做石頭 做十個千 這十個人 戳 戳到一個 你把九個殺掉 從十個 一個把九個殺掉 身上六人通緝 後來 在十個裡面 戳一個 把九個殺掉 戳到最後 那十個裡面的一個呢 把全部殺掉 自己自殺 所以犯罪了 就一個人 結果呢 第二天 龍馬 竟然要看到什麼 看到九百六十個屍體 九百六十個屍體 後來 他們就 那個 裡面的建築都燒掉了 後來就撤退 之後又聽說 從那個水 一個儲水池上面 跑七個人出來 這七個人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兩個太太 就是五個小孩 因為他們的士兵 叫他們回去 把太太跟小孩殺掉 又有兩個人 兩個士兵 不忍心 所以沒有把太太跟的盒子殺掉 那這七個人 跑出來以後 出來 把那個故事 講給大家聽 那 這個就是當的時候 抽拳的 十個裡面 抽一個 把九個當掉 好 那這個馬薩拉 後來就一直荒廢了 後來很久以後 以色列護衛 他們知道這個事情以後 就把他 給他 開始考古 給他整理一下以後 現在是一個光光陣地 而且呢 以色列尤派爾要當兵 先到這邊去 宣誓 馬薩拉從此 不再輪線 才去當兵 現在這個地方 先變成宣誓的地方 好 他當時在上面 把他攻著的時候 羅馬兵就是這樣子 把他圍起來 組牆喔 把圍牆 把圍牆 把他圍起來 不讓這個下去 這就是那三個 三個 城堡 他們就從西邊這邊 這是 只有100公尺 東北是450公尺深啊 他們從西邊這邊 就堆殺 堆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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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到這邊 就堆到燈池娘娘高佑 就進來了 那這邊是他們營地 這邊營地 所以你現在去看 還會看到營地的遺跡 這個 這是從上面看起來的 營地的遺跡 然後呢 這是他們堆死 殺 一直堆堆的 堆一個血泡 那從這邊 一上去 就 把他貢獻 那 到那邊以後 他們就用那個石頭 駝石器 那進去以後 這有希臘時代 那些馬賽克 裡面上面有 猶太的會堂 這邊 猶太會堂 裡面有教堂 裡面有倉庫 這都是他們的倉庫 這是那三層 西里建那個三層峭壁 在峭壁上建三層的那個宮殿 那這裡面那個 裡面牆壁 還有西門城 那另外呢 他們找到一個什麼 羅馬時代 因為羅馬時代 不是有一 這裡站在那邊嗎 他們羅馬時代 軍官很享受的 他們叫三溫暖 他們發現這個地方 三溫暖的浴室 這個底下一個一個 它上面是蓋著 那底下用水 水就 那正氣就跑上來 用這樣三溫暖 這個 他們以前 這個地面是這樣的 這個地下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模型 好 也有鄰骨場 還有游泳池 還有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馬撒達 那這個馬撒達 有的 有的那個團體不去 不去這個地方 因為優如山人李適人跟他講說 你這個跟聖經沒有關係 所以就不帶他們去的 但是我覺得 這跟李適人歷史有關係 所以我堅持要去這個地方 好 好 現在有一個隱基底 隱基底呢 就是 它一直是羊犬 在昆南跟馬撒達中間 在這裡 隱基底 這隱基底有什麼重要呢 這隱基底以前是一個 它水源很充分 很充分 所以很多水果 舊約的時候 很重要 那現在去看呢 有一個同氣時代的那個廟 這很早很早的 這個地方 好 這很早的廟 就是這個地方 好 好 那舊約他在掃了這個時候 因為呢 掃了他追殺到大衛 對不對 大衛就逃了 就逃了什麼呀 就是隱基底 在隱基底 他就躲到一個洞裡面 那掃了進來大便 那大衛就給他擱他的衣上裡面 把他殺死 因為他認為他是夜晚高的 就不殺他 這個隱基底就是在這裡 那後來在哈斯莫尼的時候呢 很興盛 但是到大西里的時候呢 人就少了 少來以後就開始變成 比較沒有人去住 但是後來 又有人留在一起去住 然後回家回去去住 後來 到二世紀以後 已經沒有人在住 沒有什麼人在的地方 那現在呢 改成一個國立公園 那地方呢 他因為水很多 水植物 植物很多呢 就是很多動物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很多動物 這是裡面的山谷 然後在裡面荊棘樹 有這種東西 野山羊 然後還有這些羊 還有這個東西沙粉 你們聖經常常得到沙粉 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好像老鼠一樣 這叫沙粉 這個沙粉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椰子樹 好 那還有那個瀑布 還有水泉啊 就這樣這樣子 好 這就是 以上你介紹的這五個就是 猶大山羊 大便的山洞是不是 但都沒有住民啊 那就要正去找 好 今天我們講猶大寬野 這個猶大寬野啊 其實是沙漠 它是猶大山羊 一部分 那因為它的山洞尿色很弱 會比 甚至換了 追換了去 躲在那個地方 大衛 被掃追到的 也是跑到那裡去 那馬加比 還有那些 艾森林人 也是常常去 躲在那個地方 現在呢 是那個攀岩的地方 你看 這是敲壁的 攀岩 現在是這個地方 那這裡面呢 有一個伯利痕 這個伯利痕 是在這個地方 旁邊的地方 有一個伯利痕 好 這個伯利痕就是 兩尺舱 裡面它有海拔 差不多九百 人口很多了 這個是在那個聖經 第一次提到的時候呢 第一次提到伯利痕 是叫做 以法他 你們記得這個地方 這是陰杰這樣寫的 拉結死了又 葬在 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 就是伯利痕 所以其實在創世間 已經提到這個伯利痕 這個地方了 當時是叫以法他 那拉結的墓 希望可以看到那個拉結的墓 好 那大衛王的祖父母 那波阿斯跟路德呢 就是在這個伯利痕 相遇的 那大衛他是伯利痕的人 他的孫子羅波安呢 就把伯利痕這個地方 修城牆 堡壘啦 駐軍 成為耶路上的衛星城 那祖前四百五十八年的時候 以斯拉 他帶領以色列回來說 有一些人 也是回到 伯利痕的聖經有記載 那伯利痕這個地方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一個先知 彌迦 一言怎麼樣 一言 彌賽亞要在伯利痕降生 你想想看 以色列這麼大 伯利痕這個小小的 好像我們這邊 全台灣的花壇這麼小 有人會想說 彌賽亞會站在那個 降生那個地方嗎 但是幾百年前 尼迦就講了 來 大家請念 伯利痕 彌賽亞 你在尤達的諸臣中微小 將來必有一位 從你那裡引出來 在以色列中 為我做掌權的 他的根源 什麼 跟太足 他早就一眼 有一個 彌賽亞的降生在 波利痕 好 這就是波利痕 好 那這個 柏利痕的時候 我們知道 有三個 木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 三個博士來 這個地方 就有 祖誕症的地方 所以他們有一個 祖誕堂 這個祖誕堂 在歷史 經過很久了 因為很多地震 所以其實 這個地方 已經 變來變去的 現在的這個樣子 好像一個堡壘 我們來看一下 祖誤一百三十人的時候 你知道 那時候羅馬想要把基督教 都弄消滅掉 所以要建很多神廟 把這些 剛這以前講過了 把一些 基督徒很多那個重點 都把它弄神廟 弄神廟 想要把它消滅掉 結果這個地方 給蓋一個神廟 那後來呢 他們 羅馬又把基督教 變成國教了 那個 那個 皇帝的 皇帝的媽媽 就在這邊 要找 找那個 耶穌降聖的地方 人家就跟他說 這個神廟 底下就是了 所以就在建了一個 主蛋堂 那這個裡面呢 他們認為 耶穌降聖的那個 那個像有一個洞穴 耶穌應該以前就住在那邊 所以他們在那邊 就做了一個心 一個稱 那個心有十四個角 象徵十四 古道的那個十四站 然後上面呢 掉了三十二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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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燈 燈籠 那三十二個呢 代表基督教有三十個支派 就像這樣子 這個 柏里人之身 之心 十四個 表示十四站 這上面有三十二個 這個就是 柏里人的主蛋堂 主耶穌蛋身的地方 那這個地下室 他們認為耶穌當初 有可能在那邊住一段時間 後來他們要去埃迪 對不對 去埃迪之前就是住在這個地方 那叫做約瑟的家 那後來呢 這個 我覺得剛剛講 海倫娜 他就來這邊見了一個 但是這個 當時的教堂 已經變來變去的 又被人家毀掉了 然後拜登林又見了 他們發現以前 那時候留下來的馬賽克 可以看得到 這個 可以看到馬賽克 好 那他祖後六百一四年 波士人來的時候 波士人一到這個 巴斯蘭的時候 他把所有的聖誕 通常毀掉 結果他走到這邊 打到這邊的時候 本來要毀掉 就一看 欸 這教堂裡面 那個圖上面 那個幾個人啊 那幾個東方博士 怎麼跟我們乙武穿的一樣 這是我們的相比啊 所以既然就沒有滅掉 所以這間教堂就留著 結果他們就看到哪一張你知道嗎 就是這一張 這很久了 你看這個 他們看到欸 這個衣服跟我們穿的一樣啊 這比他們的兄弟嘛 所以就沒有把這個教堂毀掉了 好 那十一開始有一點重修了 把它修一修 然後第十七就是這樣 他們就修修了以後啊 欸 他們為了防止人家的回教徒啊 就像那個耶路上的 圍牆的城門一樣 他們騎對頭騎馬就要直接衝進去 他們城門就給他建一個L形 進去 彎過去才能夠進去 這個也是一樣 好 你那個馬路盒大概大 我就把門改小 讓你衝進去 現在每個人要進去 要彎 彎人進去 所以啊 這叫謙卑之門啊 因為耶穌在這邊誕生嘛 所以你要進去看看謙卑一點 就這麼小 這麼小你要彎腰才能夠進去啊 好 那後來發生一個火 那個大火 結果那個裡面的柱子那就黑黑的 這麼黑 好 然後 就是因為當作一個火災啊 好 這就是要進去 從這邊進去 那聽說 這個地方越來越多人 每次都大擺長龍 聽說有時候要排到四五個小時才能夠進去裡面 因為裡面已經是很窄 那又都是在斷裡面喔 人要出去你才能夠再進去啊 所以會在那邊很擠啊 這是他在外面那個鐘樓 這是入口 來的喔 這裡面的教堂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聖約瑟聖壇 因為他們認為 約瑟可能以前就住在這裡 裡面有聖母聖壇啊 這個洞穴裡面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就是人家在那邊禱告啊 那聽說 這個裡面你手 他在用這個木蓋 裡面你可以手可以伸進去 一個小小的洞 譬如說耶穌以前就是睡在這地方 這是我們二十四年前看的喔 好 那後來 祖獲三百多年呢 有一個教父耶穌米 他也到這個地方 那耶穌米是什麼重要呢 他把聖經幻譯成 大家聽聞 叫做五家大譯本 這很重要的一個聖經譯本喔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下室 在這個地方喔 這裡耶穌米的像 然後這個是他耶穌米的 現在一個教堂喔 那這個人是當時候 當時候他在這邊 歡迎聖經 然後傳授聖經喔 這個一個天喔 那外面有耶穌米的這個標像喔 這是耶穌米喔 好 那耶穌誕生 那天使是不是 那個跟牧羊人的報喜啊 對不對 所以叫做一個牧羊人的野地 在這個地方喔 這個牧羊人的 那傳授說 他們那個牧羊人 都住在這種洞穴裡面喔 那這個裡面 有這些雕像 那這個地方有兩個教堂 一個教堂是屬於東正教的 一個是屬於天主教的 那個東正教是很早以前的喔 他已經壞掉了喔 他在一直一直四季五季六季一直蓋來蓋 現在只剩下一個遺跡而已 現在只剩下遺跡 那另外呢 就剩下這些遺跡而已喔 那他們天主教的呢 他們也是一樣 他們是 也是中間 背來背背背背背背 但是後來呢 他就在這個複瑞系上面呢 在1953年就見了一間 比較新一點的 就是這一間 好像張夢一樣 就是那個天主教見的喔 那這個進去裡面 那時候我們去那個牧羊野地的時候 有一個洞穴 我們進到裡面 這是洞穴 那裡面呢 有耶穌將生的圖 還有天使報復的圖 這也是天使來報復的喔 好 那就是我們剛介紹的 有大地區 那還有一個 就是以色列最下面的地方 叫做什麼 叫做內格 內格夫 南地 這個南地是一個 邊界不太清楚 因為呢 他這個地方 都是沙漠曠野 很少要這個地方 那 這個地方南北差不多八十公里 裡面七區不屏風的九頭啊 草木不深 也沒有雨 也沒有下雨喔 只能夠放牧 就是這裡 但是它的範圍呢 你看喔 以色列這麼大 它已經超過三分之一了喔 這就是南地 那這個呢 這個南地呢 在古時候 可能是一個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目前已經不行了喔 目前已經 那個天氣一直變得非常乾枯了喔 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有一個要介紹一個別四八喔 那剛剛南地我再講一個喔 如果你們最近有在看那個 有人傳過來 以色列今年是復國七十年喔 那七十年他有寫了一篇 現在第 可能是第三篇的 第一篇就講什麼 講他們的國父 本古年喔 這個本古年呢 他是西安主義 就是以色列復國 是早期的 他就是在1918年5月14號 你知道 在那邊宣布 以色列獨立那個人 他是他的國父 你知道這個人啊 他很早很早以前 他就到特勞尾屋 然後呢 他就到南地 他到南地幹什麼 你知道嗎 買水管 那個南地地方 他都是荒漢 很沙漠漢 他在地下買水管 喔 後來你知道嗎 這個南地現在多厲害嗎 現在南地的地方 他的農業啊 漁業什麼 是全世界第一的 所以他們 他們很有眼光 他們的國父 在那個很早一點 就在南地 然後聽說他買地 買那水管 是幹什麼的呢 站地 他站地 是因為當時他知道 人家國要把以色列分制 要讓猶太人跟巴斯坦人 一起共治啦 那他知道到時候會用分配的 分比例啊 所以他就先站起來 把那南地那個站起來以後 到時候他們的土地比例就多了 後來就是這邊 真的分的時候 以色列分的比巴斯坦人多 這是南地的比方 那這邊也有北斯坦 北斯坦在耶路撒冷南邊 都八十公里 這裡 北斯坦 耶路撒冷在這邊 史萊在這邊 拜斯坦在這裡 好 這個北斯坦呢 就是蒙約之井 記得嗎 亞伯拉安跟亞比尼勒 他們有簽約對不對 他們租了一個井 所以現在那邊有一個井 叫做亞伯拉安井 當然應該不是那時候那個井 現在是紀念他的 那後來呢 在以色列的時候 以色列王國的時候呢 是一個城堡 可是現在已經沒落了 但是沒落是以前的人要沒落 現在變得好像會墟 但是他們呢 又到旁邊 又見了一個北斯坦城 所以現在是兩個北斯坦 一個是舊的 一個是新的 那既然我們講 是當時候的 亞伯拉安那時候的 對 那時候可能就是 那時候的重點 那時候 到薩摩羅的時候 還是很重要的 那亞伯拉安跟他們那個 非神亞比尼勒 立了一個盟約 那後來亞伯拉安 以色列通通住在這地方 這個就是 現在那個井 亞伯拉安 那聖經創世紀二十一章 上下也寫一下 亞伯拉安在 別斯坦摘了一棵 垂石柳樹 不曉得是不是這一棵 那亞伯拉安 要去哈蘭的時候 以色列也是住在別斯坦 那晚年呢 要去埃及的時期 也是到這個地方 所以這別斯坦在 在救醫生是很重要的 那耶穌亞佔領的時候 把它分給猶大 後來又分給西面之派 那 那個北斯坦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什麼 因為我們以前 聖經常常講什麼 從 但到什麼 北斯坦 就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 他們認為 北斯坦是 猶大法最難的城市 其實他們 國主不止 底下有很多 他是 比較大量的城市 所以但到北斯坦 但到北斯坦 那他們上面也挖掘了很多東西 有很多 上面有寫聖節的啦 聖經用的東西啦 有些很多東西 這個是最出名的 有四個角 四個角的一個祭壇的模型 這是最出名的 然後另外呢 北斯坦 這個地方我剛剛講 因為波斯時代 波斯時代 波斯時代 波斯時代打來又比較離開了 離開以後就 那個地方就 比較少人住了 就在旁邊 差不多五公里遠的地方 另外也建了一個北斯坦 就是今年的北斯坦城 那這個舊址 現在成為一個 一個堡壘的地方 等一下去那邊 那現在有開放 這個廢墟 就是當時所羅門的時候建的 城牆啦 城門啦 那些都有 這個廢墟 這個 這個 或是所羅門時代留下來的 裡面的古城的大街啦 然後這個是一個牆 那他們發現的時候是到這裡 然後他們就把它再加 想像把它加起來 以前應該是這樣子 那現在發現的時候 是到這個地方 那這是想像以前的樣子 可能是這個城門 那這是長官住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是他們倉庫 這倉庫的模型就是這樣 跟大家跟他們一樣 好 這個他們有一個沿水系統 當時所羅他們的一個那個水啊 是從下面引過來這邊 有一個沿水系統 這個是他們商店街 這個就是新的了 就是離那個舊的那 差不多六峰里的地方 他們建了一個新的X8城 然後裡面有一個新的市區 然後這個呢 就紀念那個Ben Gurion 他們的國父 就是他們的大學 這個是他們那個 貝多因人在那邊的市集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介紹的難題 我們就自己介紹一個北市吧 好 繼續介紹這邊